配合環保的苦勢 南無管政府環保局 今天是特別的地址率上降 基盤一場社区聯合申告店 從頭到尾社区媽媽和學生 將在地實在 中葉環保的料理當中 進行獨家的大廈拼 另外也有農業費器物在利用 造成肥料的耗用電視上 在地方的用心之下 向環保擁有所感興的目標 努力 社区媽媽和學生 來做到獨家的大廈拼 在武台上登陷美食料理 如果說有創新研發 還有古早味 都比出來符合到 雞油 雞鹽 雞湯 最重要還有雞胎 健康醫食觀念 豬肉跟梅子醬 然後下去燒豬肉 梅子醬裡面有柳橙汁跟梅子 然後加白香果都是酸酸甜甜的 這樣子會解膩 這是古早味就是 我們米都用浸泡 有時候用蒸我用一個吸收 攝好 攝好 我們這裡下去蒸 這樣比較均勻 即產即燒的食材 由在地的我們的媽媽教室 由我們在地的婦女團體 來一起來做料理 然後宣揚我們這個雞湯飲食 對我們環保對我們身體 對社區的環境的幫忙 正是環保藝地 藤大館政府環保協 在水里向來基盤到 雞團英雄 產業社區熱合成功等 它過到地圈的日中 和在地實在融入到雞團的料理 如果吃到美麵到健康 更幫助民眾來了解到雞團 和在地農產品的關係 當時植物的生長到它的變成落葉 它可能變成廚餘 又變成食材的養分 這在全球化來講 全球的一些趨勢來講 這個叫做循環經濟 它其實也是所謂減碳的一環 就是說這樣可以減少非常多碳的碳盤 除了結合到雞團英雄 如有跟社區農航 並且當時都把火器物各利用 造成為了的成功 不可以減少處理火器物造成的污染 作物堆肥以後它是產生有機質 它有機質在我們的土壤裡面 可以促進我們的一些有異菌的生長 有異菌的生長的話 有機質高的話就更新 更新比較容易發展 相應到健康的庫生 這幾年管副款補救 有了稍稍在高雄電池 來基盤到這項活動 過來由議員的社區和學校做的參與 打擾結妥感 往右燈 在下一個更新的 最新的公司 請留這兩件事 請多煥